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韩是美国人的名字 叫Hannon 韩恩 这个是她亲生的父亲 但她在她印象中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 Hannon是美国是战时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 是一位军人 这位作家韩秀 其实她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是一个美国人 她的父亲当然就是韩恩 她的母亲就是赵韵渝的演员 这位赵韵渝的演员原来都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都是有些名气的 甚至在战时都是在文艺界或者新文艺界 譬如说 曹瑜 老舍 这些人里面都挺出名的 是做话剧 她的母亲叫赵韵渝 但是韩秀这位用中文写作的女作家 地地道道是一个美国人 她现在的英文名叫Teresa Busacki 我不知道是不是读错了 她的 这个似乎是波兰的family name 美国很多波兰或者东欧裔的移民 这个就是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叫Jeff Busacki 就是一位外交人员 但是这位韩秀女士呢 其实她人生的头的年纪呢 就在美国度过的 因为她在纽约市的曼克顿出生 但是没多久呢 她的家人送了她去北京 在北京成长度过30年的光阴 所以其实就是说 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 但是呢 她跟父亲母亲都没有什么 父亲根本就完全不懂了 母亲呢 她跟她的关系很疏离 她外婆大大就在北京 然后呢 就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呢 就去了新疆这个 就是那些叫做建设兵团那里 是落户了 那在文革的时候呢 也都在农村 可能是在山西的 她的生平呢 其实大家可以在YouTube找到 有好几个访问 她讲得很详细 但是去到文革过后 毛泽东死了 中国 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说 和美国的关系解冻 尼克逊访问大陆 基辛格访问大陆 那就没多久呢 她就申请去美国 因为那时候呢 尼克逊呢 就当面是和这个北京政府对策 她说究竟有没有美国人 仍然在四九年之后 留在中国 我们要找回这个记录 如果这些人想回到美国呢 那就应该要协助他们 那韩秀呢 她非常之想回到美国 那这个为什么她这么想回到美国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在YouTube找韩秀的访问 她本人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她用华语创作 写了十几本书 全部都是台湾出版的 她是一个学者和作家 在美国教书的 她的中文就比英文好 我相信 所以她那些国语的访问 她都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她这么想回到美国呢 她就在一个美国的假期 President's Day 她就因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 就不知道哪一是美国假期 就冲进去这个美国大县 美国驻北京的联络署 因为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没见交 她就冲进去联络署里说 我不见了我的护照 我要找回 我要补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类似这个故事呢 大家要找一个人叫做Rittenberg 李敦伯 李敦伯就是美国在战时派去中国的一位军事人员 就住在大使馆里面的军事人员 他本身是讲流利的中文的 但是这个因为李敦伯本人 他是向往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呢 就主动走了延安 喪失了他的美国护照 这个李敦伯主动要投入这个共产主义运动 认为中国就是当时共产党的革命就是人类的未来 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美国人的身份 因为他在搞革命 但是去到文革接触之后呢 他就想回到美国了 李敦伯 你现在说的李敦伯不是说韩寿 李敦伯呢 就是冲进去美国的领事馆 他应该建交之后做这件事 他冲进去美国领事馆呢 他就说我不见了本护照 那个领事馆的职员就说 你不见了多久 他说我不见了超过30年 他说你有没有尝试找回 他说他不懂回答 李敦伯是自愿主动要放弃美国的生活 来中国定居 因为他要投身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这个就是李敦伯 但韩寿呢 就不同了 韩寿呢 是一岁多的时候一个BB来的 但是他在曼哈顿出生 本来呢 就是那里 是有 因为他的父亲呢 就是一个外交人员 就是派到外交部的一个军事人员 他当时呢 就派了去纽西兰 但是他在曼哈顿呢 就是他的父亲的家人照顾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他的生母呢 就推了他去北京 这个就是韩寿自己说的 然后给他的生母 就是赵韵瑜的妈妈呢 就是外婆照顾他在北京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故事的 应该 我慢慢跟大家说 所以呢 李敦白是主动投身革命 向往中国的生活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不想知道为什么 他自己说的 他有个回忆录的 但是韩寿呢 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他妈呢 就要送了他去中国 但是他妈呢 就留在美国的哦 这件事奇怪在这件事 但是他的生父呢 这位韩恩 就是可能是上位 就是总之这位官员 就不知道自己的女儿 去了大陆的哦 根据韩寿所说呢 他的老爸没有同意的哦 他的老爸是见过他的 就是他刚刚出生 没多久 要想象的 赵韩寓 和韩恩先生呢 这个美国的军官呢 他们在美国 一起生活 而呢 1946年的9月19日呢 那这位韩寿 BB女呢 就在那里诞生 他的first name叫Teresa 那在那里诞生呢 就在那个医院的BB房那里呢 他的老爸是看到他的 但是后来他妈妈主动 要将他送回大陆呢 他的老爸是不知道的 那跟着也都没有再联络了 那因为中国和美国 这个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国呢 是几十年隔绝音讯 那但是这个韩寿 在中国长大呢 他就是一个混血儿 是不是一看呢 就知道他一半是白人 一半是华人 所以呢 在北京的生活呢 就那些人头以其异的眼光 那但是去到50年代后期 中国当时就是北京政府呢 就认为美国是全世界人类的公敌 认为美帝国主义呢 就是共产主义呢 就是共产主义呢 或者所有的革命人民的敌人 那所以呢 就是搞了很多的政治社会运动呢 或者那些就是示威游行呢 去反对这个帝国主义 就是新老殖民主义 和美国的霸权 那就是那个七八岁的韩寿呢 就读在北京的一间小学那里读书 那他的校长呢 这个韩寿自己说的 你们在YouTube看的 这个校长呢 我觉得这个很过人的 个人的经历 是真的很 旁观者觉得很精彩 因为是很紧张刺激 还有很有趣味性 是吧 就是充满这个力险的 但是如果韩寿自己的经历呢 其实是一个 是一连串的痛苦打击和折磨 但是因为那时候要反美帝呢 那刚巧有一个 父亲是美国人的 一个小女孩 就只有八岁呢 于是呢 他们就要焚烧这个美国旗 要焚烧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肖像 就将这个韩寿这个小妹妹呢 放在中间 然后旁边围着 点火 就烧那些美国的象征和标志了 所以根据韩寿的回忆呢 原来呢 他就是最深印象的美国总统呢 就是艾森豪威尔 因为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美国人 还有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他的身份认同是美国人 但是呢 他见到美国的总统在当时北京 他的校长呢 就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的 摆在中间一个八岁的女孩 去批判他 去斗争他 然后呢 就将美国的国旗 美国的总统的肖像 在他旁边焚烧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人生里面 第一个冲击 印象深刻 这个呢 就是韩寿女士呢 是接受一些传媒的访问的时候的回忆来的 那跟着的人生呢 一点都不好过 那去到文革的时期呢 他就在这个 这个新疆的建设兵团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韩寿的回忆来的 是这个个人的回忆 他说呢 那些维吾尔人呢 和那些本地的小数民族呢 新疆本地的小数民族呢 和那些建设兵团的汉人之间的关系呢 是非常敌意 和很紧张的 就是 就是 他自己 引用韩寿女士的说法呢 就是说 那些维吾尔人觉得 他的地方 他的资源 他的家乡被人掠夺 所以呢 就和那些汉人之间呢 是细成水火 那而韩寿女士呢 因为他在这个新疆呢 都是成为阶级敌人 有外国关系呢 是美帝国主义那些 罪犯的子女呢 那所以也是批斗的对象 那所以他本人呢 就和那些维吾尔人的关系 非常之好 那但是 最过瘾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赵韵瑜女士呢 似乎 在文革的时候都受到冲击 不知道为了自保啊 还是为了什么其他原因啊 那所以呢 他就 要搜罗一些 他的女儿 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儿 是不是 都没 文革时候 大家可以计到了 他1946年出生 文革的时候 20岁出头 22岁的女儿 他自己的亲生女 是搜罗他亲生女的黑材料 反革命的罪证 然后送了去北京 不是 送了去新疆 而作为批斗他的那些材料 根据韩瑜 根据韩瑜的回忆 就是说 当地的革命委员会 那些书记啊 高干 那些干部 领导干部 都不忍心 所以呢 叫他快点离开新疆 离开新疆 返回北京 或者在哪里 总之离开新疆 那里的材料呢 他妈妈所准备去批斗他的材料呢 有成半尺口啊 总之一大袋 不知多少千叶的材料 他自己亲生母餐准备的 而这些材料 如果拿出来见光的话呢 根据当时的那个看法呢 他就必死无疑啊 而呢 韩秀自己都说 他在这个文革期间 看到那些批斗大会呢 其实那个痛苦的地方在于呢 你所有的单位里面的人 不能够不参加 而所有被批斗的人呢 是根本孤立无缓 没有法治反抗 是吧 就是你是除了是被人 就是失去了个人的自由 和受到这个身体的折磨呢 还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些政治行为 但最惨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 你如果同情他 他就会把你斗一份了 所以呢 你唯一选择呢 就是旁观不出声 或者 喊口号的时候 跟着一起喊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反应 又不去的话呢 你都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啦 那而呢 韩秀呢 是亲眼见过在文革的时候 在批斗大会的大台上面 有人呢 是活生生被打死的 那这个呢 是一种革命的行为 是吧 那这个就是文革里面 一些很平常的事来的 那我现在不是去 评价去对还是错了 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阶级敌人是要斗的嘛 斗夸 斗倒 斗臭嘛 是不是啊 那就是 这个叫做 民工武衛嘛 那就是当然 究竟哪个是代表革命 我们不知道啦 那总之 这一个呢 就韩秀当年在文革的经历 那所以呢 他自己 就是 因为自己的 美国人身份 因为尼克逊访问大陆 因为 就是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改善 那他最终呢 就被批 批准呢 是批准呢 是回到美国 但是他美国已经没有亲人 那不知怎样呢 就是在当时 他就 懂得 可能是 就是 因为 跟美国的 外交人员的接触呢 就懂得当时 结识了当时一位外交官 叫Jeff Boussatsky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 就是他的丈夫 那这个Jeff呢 就跟他结了婚 那就是他们 现在都 就是几十年夫妻 非常开心 那在那个 那个传媒的访问呢 也有访问他 也有访问他丈夫 那所以呢 他就是 我要说一件事呢 就是说 他的母语 就是 中文 普通话 或者国语 而他 是 后来 是很努力 学回英文 而呢 他在台湾 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 但是 他自小 他的身份认同 就是美国人 而他有个强烈的 对美国的 那个 那个感情 那他真是在美国出生 而且起码有一半是美国人 但是呢 他的母亲呢 就曾经 在美国生活 在美国生了他的 1946年 但是呢 就不知 为什么要推一个 真正的美国人的 BB女 去中国生活 而他的母亲呢 在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呢 又回到中国 但是在直立 政治运动 和文革的时候呢 不断地 高调地 是批斗 或者是压迫自己的女儿 是加害自己的女儿 那然后去到1980年呢 当韩秀已经在美国定居 就是 他是恢复回他的美国籍 那他的母亲呢 就透过这个关系呢 要求他的女儿呢 是申请他过美国 那韩秀呢 又答应呢 是将他妈妈申请他过美国 那现在你看到 赵韵瑜的一些 就是网站去介绍呢 就说他在美国 从事教学 写作等等呢 他仍然非常之爱国 爱的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就是赵韵瑜呢 就斗自己的女儿 生了个女儿又不去照顾 但是呢 到了80年代 这个 就是 中美关系 改善之后呢 又透过他女儿的美国的关系呢 去求他女儿协助他去美国定居 但是去了美国定居之后呢 又声称自己仍然爱的是中国 这些人 就是他两代人之间有多少矛盾呢 而这个 韩秀本身的 回忆 口述历史和他的著作呢 就是一本非常之 就是我觉得是 资料丰富的一本历史书来的 因为他所说呢 就是包括很多 战时美国的情报人员 外交人员 或者文化界呢 如何去亲近这个共产党 而呢 是在他们的描述里面 譬如说 他妈妈的其中一个情人 据称呢 就叫做謝韦斯 就是当年 是主动在美国的外交 那个圈子里面 有名的所谓中国通 是主动要求这个 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府呢 是要和延安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一脚踢走这个国民党的政府 和呢 是要 就是将这个蔣介石呢 丑化得非常之厉害的 但是呢 根据韩秀自己的回忆呢 他有一次呢 就跟周恩来总理跳舞 那呢 就是应该文革之前 但他已经是大了 就是接近20岁了 那就是 周恩来见到他 应该我想是 其实都是文革时期 因为我们知道 刚才说过 如果根据那个时序呢 在文革的早期呢 他在新疆呢 是有被批斗的生命危险 于是呢 就回到北京 那他回到北京的时候 大概是22岁 就是1968年 那如果看回呢 就是应该文革时期 但是已经回到北京 那你知道 中共的领导人呢 很喜欢搞一个星期 搞一次周末的舞会 那有很多年轻的同志呢 和那些国家领导人 政府的首长呢 就是跳舞的 那周恩来都是其中一个舞王来的 就是 就是跳舞的技巧非常之高 那周恩来和这个韩秀跳舞的时候呢 就微微嘴笑 他人非常之欢容 很relax 所以韩秀就在跳舞的期间 在一个音乐遮掩之下呢 就问周恩来 他说这些美国的亲中共的人 例如 他妈妈的其中一个所谓男朋友 你是怎么看这帮人的呢 譬如还有一个西恒曼的作者 Edgar Snow 斯洛 斯洛 謝韦斯 安娜路易 斯特朗 这些人 这些美国亲中共美化 帮中共做宣传的这帮 这帮人 珍来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 其中之一的了 毛泽东朱德之后排下去就是他了 就问周总理你怎么看这帮人 周总理呢 就对着这个22岁 23岁的韩秀呢 就说 这些人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什么都不是 就是这样的回应 就是说呢 而且是一面的轻灭 就是在周恩来眼中这帮人呢 是完全没有作用 没有地位 没有内涵 没有任何值得人尊重的 当然 这帮人 他们自己写的书 无论是斯洛或者謝偉斯 他们写的书 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描述里面 毛泽东朱德之后 就当他们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 但是对方不是这么看的 这个就是韩秀的一面之词 所以我就看到 韩秀是一半的美国人 身份认同的美国人 但是在中国大陆长大 他的第一语言就是中文 但是呢 他现在就用中文写作 在美国生活 他丈夫是美国退休的外交人员 这个人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所以我们有时说 你究竟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 你问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答案 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但是呢 韩秀呢 他自己夫子自道 不是夫子的女士 他自己的 否白呢 我看了几个不同的YouTube的访问 非常之精彩 他说得很好 就是很动听 我只能够相信 他说的个人经历是很真确的 他就说 他对中华文化呢 是很有感情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是美国人 但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呢 令到他对台湾很亲近 因为他很抗拒简体词 他大陆长大的 很抗拒简体词 以及很抗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 所以呢 他说他的书呢 一定要在台湾出版 以及他在六十年代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 已经看到 他自己认为 维吾尔人或者新疆的少数民族 被那些汉族压迫 那他呢 就是站在那些新疆的本身的 就是本土的民族的立场的 这个就是韩秀 他不是讲政治 而呢 他个人呢 很多痛苦呢 就是他的母亲 对他造成加害 造成的痛苦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但是呢 他写了十几本书呢 很多呢 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 他在小说里面呢 那个小说的女主人翁呢 是用第一身来写的 而他的母亲呢 就对他 是 就是百般折磨的 那他在访问里面就说 其实 那个小说里面 主人翁就是他自己 那个母亲就是他亲生的母亲 不过呢 就是言下之意呢 他不想用一个 真实的历史去写 因为这样的痛苦会更大 那么 讲到这里呢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呢 历史的东西 有时 和小说的东西 和个人经历的东西 和一些文学作品呢 都是有血 有肉 甚至有泪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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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